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今次试试新东西 很想去澳门 我们再一次三代同堂起行 我们今次的做法比较特别 就是由珠海去横琴过关 我们亦是广车不上 今次去到珠海过关之后 很快就去到横琴口岸 拍下了一辆车去停车场 一上去过关就很快去到澳门 转的士去到澳门的关亚街 关亚街出名就是很多很多道地的小食 素街 话说我和妈妈没试过去澳门 今次难得有这个亲子之女三代同堂 谭家鱼翅 是我最喜欢每次做完都会买外卖回家 因为它的外卖是很独特的 一盒鸡汤一盒鱼翅就可以拿回家加热 今次这个包汁饭也是相当出色 妈妈吃得非常饱 之后她还看到榴槤雪糕也忍不住入手 结果她也是吃得完 今次真的有机会跟她去试一些 一路以来 譬如每次做完都会去关亚街 买盒菜给妈妈 有机会带她过来吃东西 就很开心了 完了之后 随着我们就去了澳门的酒店 带妈妈去观光 其实我看到她整个过程 她都说话声很漂亮 然后还说为什么不跟我说 让我今天穿漂亮一点拍照 其实就是因为一路以来都没机会带她到处去 第一她是很少出门的 真的要很高级别的邀请才叫得动她 现在有机会开车了 试一下不用坐船 去澳门的体验 今天就来到巴黎人 不如我们就试一下一个短暂 极速享受欣赏欧洲的旅程 我们就去了巴黎人 看到巴黎人的商场、酒店、通道 都有一些巴黎的特色 稍后就会带她去巴黎铁塔拍照 这里有一些小品商品店 走到进去 这些商品店就令到我夷起 当时Lucas的爸爸 就在巴黎和我求婚 我们住的酒店就在巴黎铁塔的旁边 可以好好地吃着早餐 看着巴黎铁塔 之后就再下去拍照照片 真是很开心的 在这个过程中也觉得很开心 因为当时是很冷的 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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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去了一家八年的西餐厅 品尝一个很优雅的晚餐 全程法国餐 而这个锁我还记得 我们在巴黎的时候 也扣在桥那里 相信那个锁是深深地扣着 很多不同的戀人的物语 时间回来了 我们就会沿着一些路径 一路走一路走一路走 我们今次的第一个目的地 官雅街完成了 第二个就是想去一个跳弹床的迷宫 我老公就很厉害了 看完地图 看完究竟应该如何走走的路线 始终老人家脚痛或者不走得久 我们试一下就用酒店的通道 由巴黎人一路掃到威尼斯人 最后我们会去到伦敦人 酒店的走廊、旁边的画、墙壁、空间 妈妈、奶奶、老爷都不停拍照打卡 我们很快就来到威尼斯人了 没错是要上上同落落的 但我觉得带着老人家是没问题的 因为酒店去洗手间又方便 又有冷气 终于都来到了 来到这个巴黎市 我们也有衡量过 其实究竟小朋友行不行呢 我们这个小朋友 大望望望 原来去到现场就觉得一定行 去之前就在这儿害怕 他会不会太小过不够高 但一去到现场画面 真的不是开玩笑 全部都像Lucas这样的年纪 而场地真的很大 是酒店楼层底下 ballroom这么大的一个位置 大到不得了 事不宜迟就买票 而这些是每一次 爸爸妈妈带小朋友去play house的时候 他们都会有一些问卷 要填了关于他的健康 还有免除责任 因为始终很容易弄陷 有些什么事 我相信这个场地 是要我们签这个 是保障他们的 事不宜迟 马上去换鞋 其实也不用换鞋 只不过脱鞋放低 然后我叫着他 眼睛要记住看着家长 不要走得太快 一起玩 然后说完答应一千次 最后也是一声 他有他的路走 我就不停在找儿子 我有点点提示给大家 其实这个场地真的很厉害 爸爸现在就在找儿子 因为儿子很快就捐入迷宫 而迷宫是一个超级大S型来回 来回很多转 才可以去到大SIR或TIRSIR 我也有向哥哥请教 不见了儿子怎么办 他说不用怕 最后都会在这里出回来 很快就出回来了 很多家长都会找儿子 有些有速度有能力 就可以跟得贴 就可以全程跟着 但小孩真的太小了很快 我真的去到一半 我跟不了 然后我就走出来 就跟工作人员说 我跟不了儿子 我出来了 哥哥就说 没有问题 让儿子把照片给我 他就用iPhone拍一拍 然后就传到桌子 有其他同事 请大家注意 这个小孩有妈妈在找 然后转过头 我看到儿子回来了 然后我再去另一个区域玩 工作人员看到Lukas 这个套装的装子 其实也挺容易认 他上身和下身都穿同一个模型 然后他就说我看着那个哥哥 拿着的电话叫咪 就说找到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这个 这个小朋友 我看到 然后我听到他这样说 我已经在后面 尾锤 我就说我是家长 我是家长 找到了 谢谢 所以这里我也拿到一些经验 逢是去到一些很大型的场馆 有什么事 立刻找工作人员 也不用怕手 大家沟通清晰 而大人要醒目知道 每一次就算去商场的 Payhouse 或者这些大型的Payhouse 知道出入口在哪里 是不是只有一个出入口 如果自己的儿子已经玩到 你真的找不到他 麻烦另一个大人 就是出入口把关 有什么事都不会被人带走了 自己在门口把关 另一个就去找工作人员帮忙 或者跟小朋友说定 我们在哪里等 因为其实自从今次玩完之后 这么大的Payhouse 我都跟我儿子说 去到陌生的地方 拜托 真的看着妈妈眼睛的距离 不要太远 我叫你在哪里等 我们就在哪里等 而这个位置是什么来的 就是他整个大迷宫的中段 我就在那里等 然后这个哥哥都说 很多家长都会在这里一摺 我从中途捐入来 就说 哈啰 加油 待会去滑滑梯再见 拜拜 我每一次他滑滑梯 我就在那里等 其实整个旅程 那个牌是写着30分钟 由起点到滑滑梯 我真的问过这些哥哥 他们说 好像Lucas这些高度 再高一点的那些 是5分钟左右 至8分钟就玩完一转 简直是惊人的速度 然后我又再问 那最厉害是可以玩到多少转 他说8至9转 真的可以放晒电 很夸张 我们大人是要用很长时间 才能走完 但是小朋友是可以 他们的身高 和身形是可以闪光的速度 走完 走到流大汗都不捨得 这些区域已经叫做节奏慢点了 因为大迷宮的S型实在太夸张了 这个简直是极级挑战 这些位置真的可以看着他 远观也不用追跑得那么紧要 因为他在玩波波 一班小朋友 凡是小朋友看到这些波波波 都很喜欢追着 在一起玩 无论在哪里都好 在公园或在家里 在单车径都可以 你拿着这个吹波波 就开始有些小朋友走过来 和大受欢迎 这个是臭小朋友的神气 又有气氛感 然后他们又可以有些触感 小朋友真的玩到停不下 在中间都会灌输去 喝点水 喝点保抗力混水 让他们补充一下体能 这次威尼斯人的旅程 简直是放足电 但到我出片这一刻 我就看到了 真不好意思 因为始终小朋友开学 有点繁忙 我看回上网的资讯 原来在九月十几日 这个威尼斯人的迷工 已经结束了 我觉得很值得再在这里分享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留意着这个品牌 如果再在不同地方 有迷工玩 我也觉得是值得的 因为每一个位和距离 他们都有适当地放了员工 在这里协助小朋友 去找回家长 又或者是会帮忙看着小朋友 很有爱心 在澳门的工作人员也有告诉我 原来这个项目 是奉取一些香港公司 在这里成立和发生的 Lukas非常喜欢跳舞 门口位是一个很大的喇叭 入面的音乐是非常强劲的 看到了 两位Ian在家里跳舞 Ian的爸爸在这里经过 其实我只是遇到音乐 才会变到极度爱响 平时她是不会怎么跳舞 她说听到音乐 她就会很投入自创舞步 这些都是我们的童年回忆 值得记录一下 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提示 就是说 一家人出门口 穿得比较花的 或者颜色更鲜 第一又会开心一点 喜悦的感觉多一点 同心同感会多一点之外 是方便大家在远距离找到对方 这是我的感觉 有时候在酒店走得远 在官亚街 或者是在Payhouse 远远你都会找到我们的家人 因为大家的颜色衣服也好 眼睛 这是在酒店走廊 我们经过看到环保雕塑的制品 现在时间一转 就好像去到威尼斯人的线运店 去到这些线运店 又跟我妈妈去讲解一下 我们以前去过威尼斯人 也是很多这些面铺 有人会在运河那里 撐一下船仔 这么多 让她了解一下 去到她真的觉得大开眼界 很开心 这次最享受的就是 原来自己一边工作都错过了一些家庭时光 那拍拖的时候 说真的 很少带妈妈出来 畢竟拍拖二人世界 但现在有了小朋友之后 就好像多个原因理由 一起有目的性地带老人家去观光 去吃下东西 我觉得要把握时间 因为始终吃得行得就得 大家身体健康齐人的时候 去创造一些家庭画面 这也是我自己的憧憬 那都 我们现在是大概一个月左右 会有一次 最少的 会有一次 我们的家庭聚会 会有机会是离开香港 短旅程 两天一夜 或者即日来回 去给老人家 和小朋友 一起去一些 大家未去过的地方 去找一些餐厅吃客 那这条片呢 去到后面呢 我真的特别想 跟大家推荐 在澳门 我们找到一些澳门地道好吃的餐厅 稍后时间我们旁边 给老人家和小朋友拍照 打卡 大家开开心心 又去巴黎铁塔拍照 又在英式电话亭拍照 酒店旁边有很多很壮观的位置 打卡 开开心心 我们再一次在酒店乘的士 回到官亚街吃我们的晚餐 但在澳门乘的士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今次是五六个人了 所以我们就叫了一些大型的的士 而大型的的士 好像是不能排队 是需要用的士app 但是你用的士app的时候 一至两分钟 两三分钟 就已经可以叫到车 叫车的车的数量 是相当足够的 去到晚盒 就开始看到一个 色闪和转灯的巴黎铁塔 始终刚刚处晚吃饭时间 去走这段路是很棒的 又有magic hour 又可以有日光的景 又有夜景的灯色 都可以一次过享受 看完 小朋友真的充满正能量 和充满能量 去到哪儿跳到哪儿 其实这里是酒店其中一条走廊 一个钢琴键的地板灯 他就站上去 先给你一把风扇 麻烦你拿着 我开始音乐起来 然后他就在那儿跳舞 我觉得很开心 遇到他有音乐的时候 他真的会成为另一个Lucas 有他自己的发挥 自在 自信 开心 笑容 这个也是我们在父母很开心可以看到的 随时随时表演 大家看看 在街上表演 为了奖励他就快点带他去吃饭 很开心 真的 有时在家里 用电视播放YouTube 播放一些小朋友跳舞的影片 或者他自己跳过舞的影片 在这么大的电视上给他看 让他可以跟着一起跳 和感受一下气氛 时间回到来 到今集 我觉得比较重点的位置就是 波尔陶浦过餐 是一间小店 他的座位不算特别多 价钱是很合理的 传统怀旧 做法是比较 比较 菜式不是特别多 但比较专心做好每个菜 米芝莲 也有大众点评得奖的餐厅 门口就是这么大 照片都粘着 旁边也有不同品牌老字号的葡国餐厅 我们的地方只有这么多 然后餐牌套都放在牆上 我先揭示给大家看看 现在有一个是子本的菜单 我们之前也有在OpenRice 找过一些大众点评 当中有什么菜式是值得试吃 多人赚 还有看照片 上网的Apps看完 就会大概知道 每碟菜有多大碟 至少可以控制食物 不会太浪费 有时最聪明就是看旁边桌 看到这么漂亮也想吃 这个很好吃 是葡国鸡 有脆脆的包包包包包 我形容它为 好像猪排包 这样的脆皮包 婆婆就有机会试试猪排包的皮 这个羊也很好吃 不酥 有些海鲜 因为我们叫了一个二人餐 很多东西都是三件 刚好我们三个老人家可以给他们试 我和老公单点了其他食物 这集就差不多了 我们去完澳门 再坐的士 回去横琴口岸 拿回自己的车 再开车回家 在于我老公来说 其实去澳门有很多方法 我们只不过今次 就是试试其中一个方法 对于她来说 她觉得吃完晚餐 九点几十点 再回去珠海 拿车开回去 她觉得有点累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下次要安排吃冷饭 有时间再早点 又或者试试再享受一下 有机会坐澳门车 直接去澳门也是方便的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记得CSL了 下次见 再见